今天3月8号国际妇女节虽然源自于西方 但是女性父权是普世斗争也是基本人权 在多南亚都国的示威者今天走上街头 要求增加有心产假 抗议各种残害女性的政策 要求立法扩大对女性的保护 1857年的3月8号 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 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微薄薪资 虽然那场示威最终被警方驱散 但自此之后每年的3月8号 都会有妇女走上街头前铺后继 争取妇女的劳工权利 直到后来各国陆续将这一天列入法定假期 承认及感激女性对社会的贡献 泰国今天就有300名工会成员走上街头 为的就是要求政府增加女性的有心产假 示威者打扮成孕妇挺着一个大肚子 要求泰国政府在现有的98天 有心产假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月 这项倡议早在去年8月 就获得泰国副首相朱林支持 但一直没有附助于行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经常贬低女性 满口歧视言论 当地数以百计示威者 也浩浩荡荡游行到马拉卡南宫抗议 这批以女性为主的抗议者 抨击政府治国不善 导致菲律宾面对种种社会问题 到头来都是女性群体 成为最大受害者 我们有可能的失败在理论 我们以为菲律宾的人生确保 我们受害人的悲惧 悲惨的人生和权力 所以在国际女性团队 我们在国际上 base we继续公开 我们的安全和安全 示威者融入类似皮纳塔的菲律宾传统 纳着一个丑化总统杜特地的三米高冲击模型 让民众用硬物殴打宣泄 杜特地模型两侧更有美国和中国国旗 嘲讽总统无力在中美决力中 找到菲律宾的生存之道 模型被民众打爆之后 里头更会溢出气球以及无彩止泻 象征着只要杜特地下台 菲律宾就能够步入正轨 菲律宾